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第五章 公司法 有同学说 老师 你这边怎么和教材 它的章节不一样 我看教材上还有别的老师 第五章是合伙企业法 为什么到这里成了公司法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就在安琪老师这个课程当中 我把第五章和第六章内容对调了一下 即我们先讲公司法 再讲合伙企业法 为什么呢 用我们讲这两个法相反相成 比如说公司当中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而在合伙企业法当中 普通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公司这边是独立法人 而普通合伙企业是非法人组织 比如公司这边股东投票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按照出资比例 行是表决权 资本都受决 而在合伙企业法当中 如果没有特别的约定 普通合伙企业投票 一人一票是人数多数决 比如公司法这边应该先交企业所得税 再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叫做先税后分 而普通合伙企业它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它可以直接将收益分给合伙人 由合伙人层面去交所得税 所以你会发现 诸多方面它们都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我这边想 先拿公司法来打基础 咱们公司法学好了 把它倒过来 就是合伙企业法了 所以咱们先讲公司 再讲合伙企业 所以这样从学习角度 其实是更有利一些的 好 那我们正式进入第五章 公司法律制度 我们看这一章 它综合来看 在过去真正当中占比是11% 有平均分值11分 考证方式就有选择题 也有案例题 选择题字不言说 案例题它也不是独立命题的 它应该和第七章证券法结合 以证券法为主干监考一问或者两问公司法的内容 所以这一章还是蛮重要的 在整个商法这一大块当中 公司法并非是分值最高的 但却是一个打基础的地位 什么打基础 第一点 公司法学好了 倒过来就是合伙企业法 第二点 我们讲第七章证券法分值最高 但证券法讲的就是上市公司的诸多故事 所以上市公司是一种特殊的公司 它以了解学习好公司制度为前提的 另外后面破产法 我们讲最重要的破产就是公司的破产 它是公司一个退出的方式 票据法 票据对于公司而言是一个便利支付的工具 所以各位公司法这边在整个第二板块商市制度领域 是打基础的一个章节 好 这是考察分值 往下来看 在这一章我们总体的一个架构 各位这章内容好多 那么公司法文件好多 比如有公司法 有五个司法解释等等 但总体而言 我会这么展开 即按照公司整个生命历程而展开 我们先会给大家讲解公司的设立 然后是公司的运行 然后穷则变变则通就是公司的变更制度 最后公司的消亡 各位在一开始公司设立 你首先要问自己 我设立的是一种什么公司呢 是有限公司还是股份公司 如果你决定设立一家股份公司 那进一步要问 到底是发起设立呢 还是募集设立呢 好 再往下 当我们决定设立什么公司如何设立 你要问自己 钱从哪里来呢 股东出资制度 人从哪里来呢 股东资格制度 就是公司设立板块的内容了 公司运行 首先我们讲公司和自然人一样 也是有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的 另外它有对外的投资能力 有担保能力 那这是我们讲公司能力方面 另外公司如何形成自己的意志呢 我们讲它内部有机构 比如说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 那么日常经营决策机构 董事会 还有监督机构 监事会 他们分辨的职权是怎样的 另外这些会议是如何召开的呢 看完会设的决议效率如何 以公司财务制度 高管认识资格 都是我们讲公司运行当中的内容 公司变更 公司有五大变更制度 这边是增资减资合并分立和变更形式 这是五大变更制度 另外这就是股东的变更 其实就是股份或者股成的转让问题了 好变更领域的三大板块 最后消亡 消亡要带大家研究两个问题 一公司消亡的原因 那么包括我们说股东会决意解散 营业欠缺满等等都是他解散的原因 另外就是司法解散制度 重中之重 最后清算制度 这就是我们整个公司法展开的一个方式了 设立运行 变更和消亡 我们先看第一节 公司法基础 在这节直接考察内容并不多 主要是给大家后面内容做一个铺垫 理解性为主的第一节 第一节分为四个板块展开 第一 什么是股东的有限责任和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 第二 公司的分类 第三 公司能力 第四 公司章程 先看第一块 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法人地位 大家翻开任何一本教材都会看见这么一句话 即有限公司股东以任脚出资未限 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那么什么叫股东有限责任呢 各位听这么几个小案例就知道了 比如现在说刘安琪老师和高志强老师 两人分别出资100万元 创立一家有限公司 每人100万总共200万都已经到账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经不善都要负债1000万 那请问 这公司的债务1000万还不起 我和老高两个股东 应该再出多少钱去承担债务呢 反正是零 所以以任脚的出资未限 承担责任就止 那么最多最多 就是把已经投入的100万都亏光了 额外是不需要承担一丁点责任的 有同学这里可能有误区 他认为 我和老高需要分别再出100万去背锅 这不对的 如果需要再出100万去背锅 那就变成了 好 无限责任 就超出了我们的任脚的出资额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以任脚的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其实防范了股东的投资风险 在我俩创办公司一开始 我俩最大的损失就已经确定了 就是我们任脚的出资额 额外一分钱不需要多出的 好 第二个理解 各位比如说 我们章程约定我和老高应该各出资100万元 创办一家有限公司 目前到达约定时间了 刘安琪股东出了100万 而老高这边只出了50万 那么你告诉我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对外负债1000万还不起 老高这位股东应该出多少钱帮公司去还债呢 但是老高应该在50万元范围内对外承担债务 因为他认脚的100万目前只出了50万还欠公司50万 所以有限责任第二理解就是 好 如果钱出完了就没有责任 如果还没有出完就应该在应出未出范围内承担责任 就是有限责任的第二个理解方式了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在有限责任的庇护下 股东的风险是可控的 OK 那么与他对立的或对称的叫公司的独立 法人地位或者独立法人资格 公司这个独立性体现三个方面 第一 独立的名义 集公司成立之后 是以公司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民事法律行为的 而不是以股东名义 从今往后公司是公司 股东是股东 从今往后公司对外合同上 应该公司的公章加法律代表的名章 而不是股东签字 第二点 公司财产是独立的 好 各位你告诉我 我和老高各出资一百万元 成一家有限公司 这一百万都已经出资完毕了 你告诉我 这两百万是公司的还是我们股东个人的 答案是公司的 那请问股东能否随便拿回家呢 不能 如果拿回家就构成抽逃出资了 再问 老高现在出的不是一百万元的货币 而是一辆卡车 这个卡车价值一百万 请问卡车出资完毕之后是谁的 是公司的 不是老高个人的 那再问老高个人能否继续使用这辆卡车呢 也不可以 因为既然是公司卡车 你要用啊 就要用别人的一样 正得公司同意 给公司钱才可以 这是独立财产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位 你再告诉我 独立财产 公司赚取的利润是公司的还是股东的 当然是公司的 不是股东的 那请问 怎么才能把公司的钱变成股东的钱呢 好 一个事儿 即公司召开股东会做出分红决议 根据该决议把公司利润分到股东手中 才变成股东的财产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独立财产还是蛮重要的 即公司的是公司的 股东是股东的 两回事儿 两拨不同的财产 你不要混为一谈 最后独立责任 那就是说公司如果有负债 公司自个还 一般是不能要求股东来还的 同样道理 股东个人欠钱 那么他的债权也不能去找公司要钱 各位这三个独立性啊 听懂就可以 不需要你绝备的 但是总体你要有个感觉 只要公司成立 股东和公司两回事儿 两个人可不要认为 啊 紧密相连的呢 不要有那种感觉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点 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的法人地位 要理解他 我们来看他的反面 叫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各位什么叫法人人格否认呢 就是否认他的独立法人地位 正常情况下公司是独立法人 但是在这个制度下 公司不配做一个独立法人了 被打破了 来看这个规定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 和有限责任 各位在你讲义上 把滥用这里所标下来 这是第一个特点 滥用 而不是尊重 好 逃避债务 这是他的目的 你把逃避债务 我画个圈二目的 严重损害 公司债权的利益 这是圈三 结果 导致公司债权严重受损 那么此时股东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责任 对 原则上股东是有限责任 不对公司债务负责 但是特殊他却要承担连责任 什么连责任 即你可以同时找股东和公司两手抓两手多硬 让他们一并承担责任就是连责任了 老师怎么就把有限别人连责呢 正常情况下股东有限责任 但是你滥用逃债严重损害债权利益 把股东拉出来承担连责责任 好 我们来看 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两种情形 第一个原则叫纵向否认 什么纵向否认呢 我们称 即股东和公司如果发生了人格混同 好 那就此时纵向否认它 你说老师怎么叫纵向否认 因为我们通常认为 股东在上面 公司在下面 他们是一条项竖下来的 就叫纵向否认 好 各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大家去感知一下什么叫做人格混同 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 我们说有这么一家公司 叫做高流有限公司 一听着名字就知道了 这老高和刘安琪一起开的一家公司 高流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当中啊 老高持股比例95% 大股东 安琪老师5% 小股东 我们在座有位同学 有位叫张同学 特别崇拜我们讲会计的高志前老师 说安琪老师 能否带我去你们公司去看一看呢 于是我就带这位张同学来我们公司了 没有来到什么高大上的CBD写字楼 而来到一幢居民楼很旧了 他怎么来这了 我说你看 发现有个民房挂两个牌子 左边写的高流有限公司 右边写的高宅 原来为了省钱就在老高家里办公啊 特别进去发现 老高正在玩电脑游戏 我说老高别玩了 来客户了 老高说再玩一会儿 结果一会果然不玩游戏了 更过分 他竟然打开公司的基本账户 用公司的钱给个人买了一件高档的西装 花费2万 当时客户就懵了 说老高 你怎么能用公司的钱 给股东个人买东西呢 老高说 没事没事 我昨天还用自己的钱 给公司的工人发过工资呢 我前天还拿自己的钱 给公司交过税款呢 所以这个客户就叫懵 老高不把公司当外人 用公司钱给个人买东西 用自己钱给公司垫付 没错 在这种情况下 张同学和我们公司 签了个合作的协议 后来公司因为这个协议 欠张同学钱还不起 各位此时张同学要钱 他说 既然签合作的时候 没分清楚是股东个人还是公司 那么现在追债的时候 他也不用分清是股东还是公司了 那么张同学就可以要求 好 老高这个股东和公司承担连责任 为什么 老高个人住所和公司住所是混同的 老高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是混同的 所以我们认为 老高作为股东和公司 他俩不是独立的 而是一体的 那你俩就一体 这就是我们讲的纵向否认 没错 对到实践当中 认定股东和公司是否造成人格混同 最主要特点就看 是否财产混同 所以实践当中 如果股东和公司同用一个账户 那有点性的财产混同了 或者股东随便拿公司财产 用作自用等等 也是财产混同的重要证据 好 这是我们讲的一种情形 理解它 那么纵向否认 我们再看横向否认 大家看它大体结构如下 上面是一个母公司 它同时控制ABC三家子公司 那么ABC同受一个股东控制 ABC之间是兄弟姐妹关系 而不是母子公司关系了 ABC之间是一个平行的横向关系 而不是纵向关系 现在母公司利用对ABC的控制 他们之间搞相互的利益输送 各位比如说 把B的优质资产都输送到A和C去 把AC的负债都拿到B这里来 就导致什么 B成为一个空壳了 B欠很多钱 但又没有足够的财产去偿还 此时严重损害它的债权利益 那么此时如果债权只能找B公司要钱 那么债权利益无痛保护 所以债权有权要求 否认ABC相互之间的独立法人地位 要求ABC三者承担连带责任 这就是横向否认了 大家注意横向否认在法条中并没有具体的出处 它只是一个理论的前沿 我们教材中也写住了 所以各位这个纵向否认横向否认 大家简单理解它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需要去记得 所以各位这是我们第一个板块 原则上公司是独立法人地位 特别情况下法人高否认 股东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来看第二款公司的分类 大家注意这么公司法当中 公司只有两类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为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股份公司 两者具体的区别有好多 我们现在开宗明义 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们四大方面的区别 我们说两类公司最大区别在于 股份是否拆分是不同的 各位比如说 今天安吉老师家在座的 比如说五位同学 一共六个人 一起设立加股份公司 这样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六千万 那你注意六千万的注册资本 第一点就需要把它等额拆分成 六千万份 等额拆分之后 每一份就是一张股票 就是一块钱 比如六千万当中 安吉老师出了五百万 那好 就给我五百万张股票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股份公司的本质特点 在于股份的等额拆分 而想法 今天有位同学 比如张同学和安吉老师 每人出资五万元 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各位你看 就俩股东才十万块钱 就没必要等额拆分成十万份了 那怎么处理 这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十万元 这个股本 就像切大饼一样 一切为二 你一半 我一半就可以了 所以在有限公司当中 它并没有股份的概念 因为股本并不做等额拆分 它只能说 我有50%的股权 会有一半的股权 所以第一个区别就在于 有限公司股本不做等额拆分 股份公司的股本 才进行等额拆分 有限公司因为不等额拆分 所以就没有股票的概念 股份公司才有所谓股票的概念 第一 股本是否拆分不同 各位你往后想 一个拆一个不拆 哪个流动性更强呢 当然是拆的流动性更强 不拆的流动性弱 这带来第二区别 有限公司股本股权流动性相对较弱 股份公司它的股份股票流动性相对较强 各位这里是有感性人知的 我们经常说 炒股票炒股票 炒的一定是股份公司股票 因为有强流动性 从来没有说炒有限公司股权 一说 到后面会给大家讲 有限公司股权和股份公司股票 它们的转让规则是不同的 第三点 规模大小会相对不同 大家想 一个流动性强 一个流动性弱 哪一个更容易把规模做大做强呢 当然是强流动性的股份公司 更能把规模做大做强 因为股份公司它只要需要资金 就可以比较方便的通过增发股份来募集资本 而有限公司因为弱流动性 所以并不容易去募集新的资金 那么这里有具体的规则的 股份公司股东两日上 上不封顶可以非常大 有限公司股东最多50人是有上限的 第三 规模大小相对不同 第四 监管态度是不同的 股份公司规模大 所以对它严格监管 防御它风险的外溢 而有限公司规模小 相对而言 章程自制 灵活运行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在这里 你要找到这种环环相扣的感觉 因为股份是否拆分不同 带来流动性不同 流动性不同带来规模大小的相对不同 然后竟然带来的监管态度的不同 这就是我们讲两类公司四重区别 好 我们看这么一概念 说两类公司这四重区别 那么最主要最聚焦在两方面 融资方式和股份流动性上是不同的 股份流动性我们提到了 股份公司股份具有强流动性 而有限公司股权具有弱流动性 这是基于股份公司股份的强流动性 所以股份公司可以通过 好 IPO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在资本市场大量募集资金 而有限公司股权弱流动性 是不能上市的 没错 除非股改为股份公司 简单知道 这里我们到正确法 还会再详细展开 大家看这句话 股份公司可以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 相反有限公司则不成 好 这个结论 大家简单就算认知就可以了 这么讲关于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分类 好 来看第三点 公司能力 各位公司的能力 包括公司的权力能力 行为能力 其实我们都不管它 我们重点来看公司的担保能力 各位什么叫公司担保 B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 现在由A公司给他提供担保 这个担保可以是我们讲的保证 也可以抵押 也可以是质押 我们叫A公司为B公司提供了担保 我们讲此时A公司自身是面临风险的 因为我们讲大致就是说 如果B公司不能按照约定还钱 A公司要帮他还钱的 好 所以对于A公司而言 这个担保决策还是蛮重要的 我们来看 根据被担保对象不同 我们分为两类 一 对非关联方提供担保 什么叫非关联方 不是为我自己股东 也不是为我的失控人 是为他人 为外人提供的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依照章程规定 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进行决议 大家看 比如说决议系股两个 要么是董事会 要么是股东会 二选一 你问老师 我怎么选呢 各位 你体会一下 比如说今天咱们帮五位同学 一起办了一家担保公司 就是以担保为主要业务的 收这个担保费的 一天都要做好几笔担保业务 那你觉得咱们这家公司 对于担保的决策 是更注重效率 还是更注重谨慎 我们认为效率更重要 因为它是日常业务 如果你天天很谨慎 效率偏低 怎么赚钱 那你觉得 是董事会看起来更容易 还是股东会看起来更容易 简单董事会 董事会是个日常经营决策机构 董事天天蹲在公司 可以天天开会 而股东会不是一个日常机构 它是决一大事的 股东并不愿天天往公司跑 所以这家担保公司 更注重效率 我们就建议 它把担保决策放在董事会 今天写在章程当中 章程就写了 我们公司对他人提供担保 应该开董事会 有董事会决议 相反各位 比如咱们有十位同学 一起开了一家化工类的公司 制造化工产品的 制造类的企业 那么他就不经常 为别人提供担保 偶尔才会担保一次 而且担保金额好大 那就这个化工类的公司 他的担保更注重效率 还是谨慎 当然是谨慎了 所以我们就建议 这家公司 把他对他人提供担保的角色 放在股东会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就这句话 为他人提供担保 一样么董事会 一样么股东会 你们自己定 就在章程当中 好 第二 对关联方提供担保 如果公司为资格的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 提供担保的 必须开股东会 没有董事会了 你老师为什么呀 很简单 因为董事是股东选的呀 股东是上级 董事是下级 你能想象吗 让下级决定 为上级提供担保 他会受到上级影响的 这不公允的 所以我们讲 排除了董事会 只能有股东会决议 所以各位 来给我背第一点 即担保 对于外提供担保 即为非关联方 为他人提供担保 章程规定 股东会或董事会 对内担保 即对关联方 对自个的股东 失控人 必须开股东会 各位 这么选择题当中 长八的一个陷阱 你要看清楚 为谁提供担保 他的决议机构 是有所不同的 看下一句话 当对自己的股东 失控人提供担保的时候 被担保的股东 应该回避 这很好理解吧 因为为你提供担保 你要来开会 你肯定自己同意 而且还会带节奏干扰别人 你回避 这样决议 经出席会议的谁 其他股东 所持表权 过半数 通过 各位这里 给我记个笔记 给我记个一般事项 到后面我们讲股东会 我们回答讲 股东会的事项 分别特别和一般 特别事项就七个事 大家很多同学 担保 这下容易混 他老认为担保好重要 是不是特别事项 不是 特别事项是三分之二 这里是过半数 其他股东意味着什么 要排除被担保方 本人 各位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记住了 对资格股东 提供担保 必须开股东会 且被担保股东要回避 经出席会议 其他股东 所持表权 过半数 通过 这是我们讲的 对关联方 和非关联方 担保的决策 有所不同 好 各位往下来看 越权担保的问题 看完前面 你会发现一点 就是无论是 对关联方提供担保 还是对非关联方 提供担保 我们都是由机构 做出决议的 要么董事会 要么股东会 反过来讲 这个担保决策 就不应该由个人 做出决定 什么叫由个人 做出决定 比如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总经理一拍脑袋说 我决定我们公司 为自己提供担保 这一定是错的 所以担保找机构 而不是个人 那么实践中 经常有这种情况 法定代表人 没有在公司内部 经过授权 没开董事会 没开股东会 自己就决定 与相对人 定立担保合同 这叫越权担保 你说法定代表人 越权了 那这个担保 是有效还是无效 看情况 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 比如说银行 和刚才A公司 现在担保合同 银行善意的 傻乎乎的 很单纯也不知道 那么此时 担保合同 就对该公司 发生效力 相反 如果相对人 是非善意的 比如说 他明知 应当知道 法定代表人 越权还接受 那么担保合同 对公司 就不发生效力 那么你要问 如何来判断 相对人善意 和恶意呢 我们说 善意就是指 定立担保合同 是他不知道 也不应当知道 越权 相对人 有证据证明 他已经对公司 决定了合理审查 那就是善意的 这个合理审查 大家注意 只进行刑事审查 就可以了 而不是实质审查的要求 什么叫刑事审查 他只要看到 你公司对应的决议 这个文本 就OK 而不需要去判断 这个决议的签字 是真的 是假的 因为银行没有能力 也没有义务 去鉴定 你内部签字的真和假 这就是他的特点了 我们来看 几个常见的陷阱 第一个 如果相对人 对决议 连看都没看 什么决议都没拿到 直接签了担保合同 那对不起 你连决议 连看都没看 那怎么证明 其中合理审查呢 非善意 此时担保合同 对该担保人 是无效的 第二 拿错文件的 也是非善意的 什么拿错文件呢 各位你告诉我 说公司对自己的股东 实控人提供担保 应该开什么会 这是对关联方 应该开股东会 由于此时 A公司和银行 亲的担保合同 不但合同而盖章 而且A公司 应该向银行 提供一份 同意担保的 股东会决议 但是在这次担保当中 不是公司 真开股东会了 而是他的法定代表人 刘安琪 月权 与银行 亲的担保合同 个人伪造了一份决议 拿给银行的 本是月权担保 那我伪造什么决议呢 我给了一份 A公司同意 为B公司担保的 董事会决议 就给银行了 银行还傻乎乎的 那我就签担保合同了 我是善意的 银行是善意的吗 不是啊 因为银行 此时根据公司法 应该获得一份股东会决议 但是他被一份董事会决议 就蒙混过关了 你没有合理审查 形式都不对 你怎么能说 善意的呢 各位这是好比什么呀 好比今天你来听的是 经济法的课程 但有位同学 他带了一份会计的讲义来听课 还诚意满满 做的第一排 你太恶意了 一点诚意都没有的 所以各位拿错文件的是非善意的 第三 该回避的 没回避的 各位你听啊 我A公司为自己的股东 B公司提供担保 这是对观念方提供担保了 应该开股东会 出去同意担保的股东会 决议 而实际上 没有开股东会 是刘安琪个人作为法律代表人 月全提供的担保 那次我像模像样的 也伪造了一份股东会决议 这次没拿错文件 这次我伪造的这份股东会决议 交给了银行 这份股东会决议上 有我A公司全体股东的签字盖章 包括被担保的股东 B公司在内 银行拿到这份决议 就很心安理得的和我签了担保合同 请告诉我 在这个案例中 银行是不是善意的 也不是善意的 因为银行应当懂得公司法 对它的股东B公司提供担保 那么开股东会没问题 但是上面不应该有B公司的签字改章 因为B公司作为被担保主题 应该回避 经出席会的其他股东 所持标权过半数通过才对嘛 所以上面赤裸裸的明晃晃的 多了一个不该有的签字 很碍眼的 你怎么没发现呢 就我们讲 该回避的没回避的 也是非善意 那么讲的这里 有点太细 太复杂了 所以下面这种 非善意的三种情况 也不需要你去背 这边我需要你掌握就是 如果出现月权担保 并不能直接说 担保有效无效 要看善意和恶意 如何证明善意 相对人对相关决定的 合理审查 最后赔偿责任 法律代表人月权提供担保 造成公司损失的 那么公司有权向法律代表人追偿 好 这么讲的担保能力当中一个重点 月权担保 来看第二个 借款的限制 各位这里内容很短 但是蛮重要的 三颗星 我们在案例题当中 多次考察到这里 他说 董事高管 不得违反章程规定 未经股东会 董事会同意 将资金借贷给他人 意味着 把公司借贷给他人 也是董事会或股东会权限 不是个人的权限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哦 把钱借给别人 和为他人提供担保 都是机构权限 不是个人权限 好 第二点 股份公司不得直接 或通过子公司 向董事监事高管提供借款 各位 我们会结合证券法 在这考案例题的 他会问得很直白 某某股份公司 资金闲置 账上有100万 现在我们讲 他的董事叫张某 张某需要钱 于是张某就从公司 借走了这100万 而且给公司付利息 月利息1% 问是否合法 不合法 不管付不付息 我们都是直接禁止的 防止说 如果能够借款的话 那董监高利用对公司控制 从公司获得融资 损害公司利益 这他要防范的一个对象 所以直接规定 股份公司不能把钱借给董监高 他说不能直接借 那这样行不行 我股份公司下面有点子公司 叫B公司 B公司把钱借给股份公司董监高 行不行 也不可以 所以各位记住这个禁止的规定 股份公司不能直接或通过子公司 向董监高提供借款 你说老师有些公司行不行 有些公司他没写 所以看他章程有没有特别的规范 好 这是我们讲借款的限制 往下来看第四块 公司章程 我们简单看一下 公司章程包括哪些事项 当然各位这里不考了 我单独写了了解两个字 看一眼就可以 有些公司章程 应该载明下列事项 一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叫什么 在哪里 第二 公司的经营范围干什么的 第三 住的资本有多少 意思 普通姓名或者名称 所以看到这里 你大致明白 一看章程前一条我就知道 公司总体的住宅资本规模有多大 股东是谁 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出 出的是什么 好 往下 公司机构的职权产生办法和意识规则 这指的就是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好 以及法律代表人 第八 其他事项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章程这些方面都是框架性的 所以章程很像一个宪法 它这边效率很高 但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规则 它只是公司运行的一个基本的规范 这就是我们讲章程它的内容了 各位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 给大家留个小作业 就是什么呢 大家今天下课之后可以去查一查 万科公司的章程 没错 万科各位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公司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旗舰企业 而且是很早的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0002002 非常早的上市公司 智力很好 章程写特别棒 方方面面基本都是具权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 万科公司的章程 去感受一下 一个章程可以详细到何种程度 好 章程内容简单知道 往下 章程效力 这句话需要大家记住 公司章程对五类主体发生效力 对公司股东 董坚高 这五类人具有效力 既然是公司章程 肯定约束公司了 另外也约束股东 也约束董坚高 各位注意陷阱在哪里 请问公司章程 是否约束外部的债权人 章程是否约束债权人 怎么讲 不约束债权人 对债权没有效力 因为章程是个内部文件 内部文件 当然只约束内部人 不约束外部的债权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请问章程对一般的员工 一般的员工可不是董坚高 对他们有约束力吗 也没有 有个人说老师 章程还不约束员工 是的 因为章程我讲是框架性的规则 而不是员工守则 所以他对员工和债权人没有约束力 这两个陷阱 大家要知道 好我们来看第二节 公司的设立 我们讲公司设立 是公司的起点 我们先看这节的内容 三块 一 公司设立的方式 第二 登记与备案 第三 设立中的相关责任 首先我们来看 有线公司它只能发起设立 什么叫发起设立呢 又指公司百分之百的注册资本 都是由股东出的 不带外人玩的 由股东出的公司所有的注册资本 第二 股份公司它的设立 可以采取发起设立 也可以采取募集设立 有两种设立方式 那什么叫募集设立呢 各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和七位同学 我们总共八个人 一起设立一家股份公司 目标注册资本一亿元 但是我们八个人 没有一个亿 我们八个人只有五千万 那行 那我们八个人 作为发起人 就出这五千万 剩五千万怎么办 剩五千万 向在座的其他同学来募集 我们是发起人 我们出五千万 履行设立职责 来拟定公司章程 而其他同学 这边只要出钱就可以了 不用承担其他的设立职责 大家就叫认股人了 所以你会发现 募集设立 它具有开放性 即发起人只出一部分钱 收入部分 向其他人定向募集 或者公开募集 就叫募集设立了 各位这个设立方式 你现在简单一看 有限公司只能发起设立 股份公司可以发起设立 也可以募集设立 具体什么叫募集设立 我们到股份公司 再单独展开 这里简单了解 好 往下来看 登记预备案 这里也是简单了解的 首先第一点 非经依法登记 公司是不能成立的 大家注意 我们说设立加公司 是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结果 终点是什么 第一 市场建国部门 给你依法登记完成 给你颁发 营业执照 此时公司就成立了 第二点 公司设立分支机构 应该向分支机构 所在地的登记机关 申请登记 各位比如说 刘安琪老师 在北京设立一家 有限公司 叫安琪有限公司 拓展业务 又在河北石家庄 设立一家分公司 这个分公司 就是我安琪有限公司的 分支机构 那么应该在石家庄 当地申请登记 法律形成法规 或者国务院决定 好 设立公司 需要核准的 应该在核准文件 有效期内 向登记机关 申请登记 大家注意 原来你想是这个公司 随便 直接找到市场监管部门 申请登记就可以了 领营业执照 但各位 有些类别的公司 需要之前 先进行核准 最典型什么 金融类的公司 各位比如说 我想开家银行 工商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是不能直接 给你发营业执照的 要开银行 必须先去什么 银保监会 获得银保监会 开银行的批文 然后在这个批文的 有效期内 再向市场监管部门 申请设立 登记 简单知道就可以 好 第三 登记机关 依法准与登记的 颁发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 签发之日 就是公司 成立之日 黄色字体 简单知道 往下来看 这是我们进行 那个新增考点 大家注意一下 提交虚假材料 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 你们重要事实 取得市场主体 登记的 各位这里说的太学术了 咱们就用老百姓的话 给大家来说 你这边材料是假的 你把市场监管部门给骗了 骗了营业执照 你这边冒用他人身份 把他人登记为股东 或把他人登记为法定代表人 让他帮你来顶雷的 这种情况下 获得登记的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 受虚假市场主体 登记影响的 三人法人 其他组织 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 撤销登记的申请 各位比如说 老高这边 办一家公司 打算开展违法行为 为了防止自己背锅 老高就冒用了 安琪老师的名字 把我登记为法定代表人 或者股东 有锅让我来背 有雷让我来顶 我得知之后 我就是这个受虚假市场主体 登记影响的资案人 那么 我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提出 撤销登记的申请 把这个假公司给我搞掉 所以 一 你要换一下 撤销登记 第二 经调查鉴定 存在虚假登记情形的登记官 应当撤销登记 再看第三种 如果相关公司和人员 无法联系 或者 具不配合的 什么概念 质量监管部门来到老高 登记的这家公司 经调查 具不配合 联系上面登记的 刘安琪 因为是被冒名的 联系方式假的 联系不上 那么此次怎么办 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息息 向社会进行公事 公事期是45天 那么相关公司和利害官司人 如果在公事期间内 没有提出异议的 那么可以撤销登记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具体查不清楚 有些公事 公事没意义 撤销登记 最后承担了责任 或者说惩罚 因为虚假登记被撤销公司 其直接责任人 那么 自公司登记 被撤销这些三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司 登记了 有个给他一个三年的进入期 没错 刚才老高干了坏事 老高冒用安琪老师的名字 登记一家公司 后来被撤销了 那么老高三年内 就不可能再去申请公司登记了 大家注意 今年那个新增考点 就这么说的 好 要虚假材料 或欠价手段 获得登记的 大家注意 有个撤销登记的 申请这种就解渠道 往来看第五个 先业备案 也进行的新增内容 他提到 因此严灾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 事故安全事件等原因 造成经营困难的 公司可以自主决定 在一定期间内歇业 大家看这里 公共卫生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 什么 新冠疫情 所以各位 你看新冠疫情 造成很多线下培训机构 和餐饮的经营困难 他们可以自主决定歇业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什么叫另有规定 各位比如说银行 银行作为一个特殊金融机构 他要歇业 不能自主决定 他得报民保监会批准的 好 这简单知道 背景和歇业 往下 公司应该在歇业之前 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 大家注意两点 一日歇业之前 如果不能搞先斩后奏 应该是歇业前 第二点 这里不是登记 而是备案 因为老师 备案什么意思 当然就是 我报告市场监管部门一下 你给我记一下就可以了 这叫备案 并没有一个审核的过程 好 也说歇业前备案 把这个划起来 登记机关 通过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 歇业期限 以及法律文书 送达地址等信息 好 往下来看 公司歇业最长期限 不超过三年 另外 在歇业期间 你开展进行活动的 视为恢复营业 歇业期间 可以以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替代住所或主要营业场所 比如歇业了 可能过去那个主要的门店 我也退租了 那此时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就替代了过去的住所 好 这是歇业 歇业这边需要大家了解的是什么 一 背景 大家背景 把这个经营困难画起来 另外 歇业前备案 记住这两个要点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说的虚假材料 这边申请撤销登记 和歇业 非案 两个新增 考点 往下来看第二板块 事例中的责任问题 大家注意 前面我提到过 公司设立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终点 如果是成功的 就是公司的成立 成立这个结果 各位你要注意 在公司设立过程中 公司主体地位是比较模糊的 怎么讲 你说现在设立过程中 公司有了吗 还没有 因为没有签发营业执照 你说公司没有吧 但是发起人 却作为一个整体 开始忙前忙后 筹备公司了 所以这个阶段的责任 有一定的特殊性 看第一种情况 发起人 为了履行 设立职责 以自己名义 对外签订合同的 各位比如说 我和老高 是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在整个设立阶段 我们给公司租房子 于是刘安琪发起人 就以自己名义 和张某 欠了房屋 租赁 合同 你看 我为了履行实力 职责 以安琪老师 发起自己名义 和张某欠的合同 那这个合同 想象租金谁付呢 相对人 及出租人张某 有权选择 该发起人 就是刘安琪老师 或者成立后的 公司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 二选一 大家注意 找该发起人 刘安琪 只基于债的相对性 因为租赁合同 是我签的 找成立后的公司 这是因为什么 公司应该成绩 设立中的债权和债务 所以二选一 没错 大家注意 这里有个陷阱 是二选一 两个当中只能找一个 不能两个一起来找 两个一起找 就是连带责任的 这里不是两者的连带责任 是二选一 OK 第二个情况 发起人 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 对外签订合同的 所以比如说 我和老高是发起人 现在还是要租房子 或者买设备 或者买材料 不是以发起人名义签的 以什么 设立中公司的名义 什么叫设立中公司名义 某某公司 扩号筹 扩号筹备组 就是这个字 这就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 那么债就有相对性 这笔债原则上找公司要 因为是以设立中公司名义签的 但是如果发起人 为了自己利益 且合同相对人知道的 那公司可以免责 让对方去找该发起人 各位比如说 刘安琪发起人 以设立中公司名义 和张某签了一个 装修材料的买卖合同 买装修材料 价款100万 那么我作为经办人 我给张某这么说 我张某装修材料 先不要运到公司 先运到我家里来 我家里来装修 剩下的你再运到公司去 张某说 我知道我知道 都这么办的 您放心 好 各位你看 此时我们讲 张某明知 我是以公司名义 为了自己利益 而签订合同 所以此时张某去找公司 公司说 我不找 我不承担责任 你找刘安琪 是可以的 原则找公司 特殊找发起人 好 第三点 势力过程当中 发起人行为 致人损害的 所以比如说 在势力公司过程当中 我帮着公司搬运设备 开车崩 把张某给撞伤了 各位你看 这是侵权了 侵权不是为了 履行设立职责之人损害的 如果公司成立的 因为是履行设立职责 所以应该由公司承担 这个侵权责任 下方公司没有成立 设立失败了 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为什么 全体发起人连带 有没有讲 发起人之间 是民事合伙的关系 既然民事合伙 那么一个人有责任 大家一起连带 这就是我们说的侵权 好 下来看 最后 如果公司不能成立 就是设立失败了 设立失败 没有公司去承接 于是发起人就需要 对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了 所以各位 无论是前面的侵权 还是其他的费用债务 只要设立失败 全体发起人连带 募集设立失败的 公司不能成立 那么发起人对任务 讲的股垮 返还 并且加算银行同期存款的利息 而且发起人对于返还 和被利息也承担连带责任 更你要注意 这里我们讲的是 发起人对外连带 对费用和债务的主体 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对外连带之后 有内部追偿规则 你说内部怎么追偿呢 如果有约定 按照约定来承担 那么按照约定来进行追偿 如果没有约定 那大家按照出资比例来承担责任 如果出资比例也不确定 则各方平均来承担责任 就是内部的追偿规则 所以各位你要注意了 在这个表格还是蛮经常考到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看哪种情形 这么讲势力中的责任 好来看这道题目 甲乙打算共同设立 顶公司 约定由乙担任法定代表人 大家看 再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甲乙共同投资设立顶公司 甲乙是股东 乙后来还担任法定代表人 乙有双重身份 在设立过程中 甲乙以顶公司名义 与丁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各位翻译翻译 这是谁以谁的名义 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 和对方签的合同 为了丁公司因故未能成立 设立失败了 上浅丁公司房租20万 那么正确的是 各位既然设立失败 就不管以谁的名义签的了 那么一律对外承担 连责任了 A 假承担全部责任不对 假以连带吗 B 假以按照出几比例 暗份承担责任不对 对外连带 对内追偿 C 以承担全部责任 更不对了 D 假以连带 D 是对的 因为这是一个设计失败的题目 反正是D C 以承担全部责任